今天对台湾来说 真正的令人戴忧的不是中国 中国就是那个样子 我刚刚讲了 他就要做那些事情 你预料不到的话是你的错 你眼睛没配合 度数不对 国民党要这么做 也不是国民党的错 某种意义 他就会这样 你说马亦九怎么会这样 刚才你不知道他受的家教 受的国民党教育 他就会这样 自然的 今天要想的 要检讨做民进党领袖 你为什么要被绿营推着走 你为什么不能领导 这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 他为什么不能领导 他对当前台湾的 真正存在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不清楚 我怎么敢下这个结论 我看了蔡英文主席 在民进党22周年上 那个重要的讲话 叫民进党的五大愿景 那是今后的指导方針 起码他四年以后 五大愿景 每一条都没有谈到 台湾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 反正说认为 这五条 最重要的一条 才认为台湾当前 最重要的问题 迫切需要解决的 是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 实现社会公益 这个我们不说别的 台联早都说过了 台联的李登辉 转向的是早都说了 要中间偏左 照顾弱势群体 实现社会公益和正义 台联早都做了 他的升红他提高吗 提高多少 一个立委都没有 零 完全泡沫化 说明什么 这个口号根本不能争夺人心 为什么 台湾的问题 这不是根本 而且蔡英文说 解决弱势群体的最根本的方法 就提高贫困线的比例 我不知道是最后 他是最后能提到多少 比如原来是 三万台币是贫困线 才提高到四万块 四万块就贫困线 是这个意思 这是台湾根本问题吗 不是 哪个国家都有弱势群体 二日康体有 加州有 美国有 哪里都有 这不是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台湾当前最重要的是 主权的问题 国家存亡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 现在民进党五大愿景都不提到 只有第五条提到 这个捍卫台湾主权 坚持台湾主体性 什么叫台湾主权 什么叫主体性 主体性马英九 喊了多少遍了 今天台湾根本的问题要提出来 两岸是一边一国 台湾的前途 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 而且必须要拿掉 中华民国这个虚假的帽子 建立一个真实的 独立的台湾的国家 其实说实际上 没有五大愿景 全都没说 蔡主席来到美国走了一圈 别丢的讲话 他在大学讲话 我在网上看了 他在纽约上讲话看了 全都谈一些小问题 谈什么牛奶 木瓜 你要谈食品业 告诉食品业的生存的问题 谈什么小哥捐款 什么样的感动 这是小的事情 要谈大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场选举输在哪里 谢长廷的宪法 一中走中间路线对不对 错没错 我们下个怎么走 面对马英九 面对中国要联手 我们要坚持什么原则 我们要告诉美国人什么 统统走不讲 所以导致现在民进党 你被你的老百姓推着走 老百姓清楚吗 是谁在主办 谁在主导 不是哪个主席 哪个常委 是真正的基本盘的 老百姓的民心 这股气在主导 是这样 说这股气会推动民进党往前走 如果他不走 他的领导人会被淘汰 会被淘汰 或者说 如果继续他不按照基本盘的方向走 或者逆道而行 民进党可能党内会亲的人出来 亲的人出来 我在昨天在这个加州 那个北加州演讲 有一个听众站起来讲 他说 下一届如果民进党这么软弱 下一届候选人陈世梦 配王定宇 现在的问题 四年以后 民进党有没有希望 完全有希望 但是必须你得出来一个优秀的领袖 这个领袖必须是坚定的 再走中间路线 走模糊 不长 我就下午也讲了 全世界哪个民主国家 中间选民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少数 第二个弧度 没有一个民主政党 靠争取中间选民赢的 都是要凝聚基本盘 坚持基本理念 有振发出士气 然后吸引了中间选 而不是迎合 是这么迎的 日本的小拳这么迎的 教授布什尚这么迎的 这次共和党的买票就这么输的 他走中间路线 一线想走对方的 结果基本盘不感动 对方不买账 最后一句输 说关键干台湾的律营 有没有这么个领袖 但是这个领袖不是大家是培养的 就在大势大非重大事件 就会有人出来 通过这个大的事件 就看哪个人有承担努力 所以我还是觉得 有信心是在于对台湾老百姓 这个民心的信心 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信心 那你对民主都没有信心 那对中国也没有信心了 你看中国更可怕 我作为一个从中国出生承担人 多羡慕你们在座的台湾人 你买上飞机票就可以回去了 我都到今天正来美国20年了 黑名单不能回去 下一个20年能不能回去 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得对台湾自己有信心 那今天如果60万出来抗争 下一步80万 再下一步说 如果你卖台 我们任何交组政策 全面的抗争 因为你敢把台湾都卖掉的话 是等于卖掉我们的国家 那今天你等于 不要说民主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 那当然就会全面的抗争 这抗争这个代价的负责性 付不起 除非你军事戒严 在今天有美国在 各方面情况在 你怎么军事戒严 不是蒋家那个时代 今天我难以想象 蒋芸有个军事戒严 接不了 他想的话也做不成 恐怕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想 我都怀疑 所以今天台湾这个局面 我觉得还是要 对台湾这个民情民意 还要充满信心 不难可 曹先生我非常感激你今天来 带给我们台湾人这么大的鼓励 我现在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说 台湾的独立什么时候能够执行 你觉得呢 我是认为说台湾要独立的话 一定要配合中国变成民主化 可是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带来 刚才你问到 或者你提到 或者你认为 说是中国是得民主了 台湾这个才能独立能成功 一般来说也没有错 中国是个主要的 对台湾威胁的这个国家 但是我一直在别的场合也演讲说 不能再做这么一个预设 如果做个预设的话 台湾呢成为正常国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首先你要问 什么时候中国民主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能 我刚才也讲了 二十年肯定将来 再有二十年还有完全可能 你等什么时候呢 那什么要等呢 我在台湾也跟一些 泛蓝的朋友辩论 他说你不能等吗 那现在等中国民主了 再说吗 那有可能吗 那我就问他 你说告诉我 中国什么时候民主 他说那问你呀 我说我不知道啊 对不对 他问谁呀 我说那你问宋吉利吧 只能问他 他只能胡说呀 你问谁 不知道 这谁不能确定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把台湾的前途 寄托到中国的一个变化 你必须要争取你自己的 因为什么 第一个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化 第二个变化了 就允许你独立了吗 允许你成为正常的国家 不是的 今天俄国不是有选举了吗 俄国的总统 新的总统 不又产生了吗 对不对 在俄国允许车臣独立吗 不允许吗 不仅不允许 现在又把军队开进了 民主的 这个乔治亚呀 把民主的国家的两个地方 都给占领了 马上发 俄国护照了 是这样的 所以你都没有民主 不见得中国那种 民主主义情绪 老百姓的大国杀本主义 帝国想法 尤其中国戴眼睛 这些知识分子 那些群体主义的 帝国想法 你能改变吗 什么时候能改变呢 多少代人呢 对不对 有时候很小 他就很难改变了 喝了那么多三路青安 怎么改变呢 改变不了 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这个寄托 第一个不知道什么时间 这个也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争取 但是你说这不改变我们争取 怎么能成就有可能了 那你东立文那么小 七十万人口 是台湾的多少分之一 那么多少年的奋斗 所以你必须要争取 包括你看那个科索沃 科索沃新选的总统 是谁呀 原来科索沃的 成为叫 他们自己的 获得自由军队的总司令 是这样的 获得人们的支持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的争取 而且完全有可能了 因为你有一个先决条件 你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国国 统治管理国一天 在法里他说不过 今天你中国大使馆的人 给我辩论 你给我说 中华人民国国什么时候 管辖管理国台湾 没有吗 你凭什么说 你那一部分 你说原来是民国的时候 民国就不存在了 蒋经石 你把蒋经石找来 在哪呢 你把毛鲁东找来 在哪呢 侯对在 侯对找来不存在了 现在分治 人人历史就二战以后 基本决定的 大致的国家的犯罪 那现在的话尤其就是人 就是人家合约 写得清清楚楚嘛 台湾不交给中华人民 如果台湾没有写明 交给中华民国 都不交给嘛 怎么那么多人都傻了吗 不知道吗 中华人民国已成立好几年了 中华民国已经在 在台湾占领 就更多年了 怎么就不给这两个国家呢 为什么不说 就是要留给台湾人民嘛 当时的四十多国家 签这个协议 能是舒服 不是吗 是有一个要留给台湾人民嘛 你这些问题都可以辩论吗 说台湾有着签出一条历史条件